第38集 小真品 有句俗语叫做 你的宝贝在哪 心就在哪 我曾经读过一篇报道啊 专门介绍一组用于公共建筑的雕像 报道的中心就是这组雕像有十吨重 除此之外啊 关于雕像是不是很好看什么的 什么都没有说 我当时想 十吨重又怎么了 煤炭堆也可以有十吨重啊 又不是说只有尺寸大才好看 希腊人喜欢制作巨大的雕像 而且都雕刻得很美 不过他们也做一些尺寸很小的雕像 小到必须要拿放大镜才能看清楚 这些雕像虽然小 却也同样漂亮 不久前呢 我在博物馆看到一座雕像 重量大约有一盎司 大小和多米诺骨牌差不多 它是用彩色石头做的 灯光能够透过石头照射过去 石头上面刻了很多希腊神的图像 都是潜伏雕 这些图像要用很细 而且很锋利的工具才能刻 据说呀 这座雕像是一座希腊雕塑家在公元前完成的 只不过没有人知道这个雕塑家的名字 人们把这座雕像叫做宝石 通常啊 宝石是用来形容那些小却珍贵的东西 伦敦大英博物馆里有一个房间 里面摆满了这种公元前加工的浮雕宝石 这些浮雕宝石的雕刻家和那些真人大小 以及巨型雕像的雕塑家一样伟大 通常这些宝石是为国王和富人做的 因为其他人呢 根本买不起那么昂贵的东西 以前的富人们喜欢收集这种宝石 就像今天有些人喜欢集油 博物馆和一些有财力的人喜欢收藏真品一样 通常用来刻小浮雕的石头 都有两到三层颜色 这样一来啊 图像是一种颜色 背景又是另一种颜色 如果石头岩层是黑色和白色 我们就把这种石头叫做黑玛瑙 如果石头最上面的岩层是红色 下面的是黑色和白色 那么这种石头就叫做红条纹玛瑙 有些石子是用彩色的石头 或人工红条纹玛瑙的两层或三层岩层粘在一起制成的 过去啊 女士们用贝壳珠宝做胸针是一种时尚 很可能你的奶奶就有过这样的上面刻有人物头像的贝壳胸针呢 有一种瓷器背景是蓝色 上面有白色的贝壳样式的图案 有一些贝壳珠宝是用两种不同颜色的玻璃做成 大英博物馆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花瓶叫做波兰花瓶 这个花瓶的瓶身呢是蓝色玻璃做的 上面的浅浮雕图案则是白色玻璃做的 很多年以前有个人很疯狂 为了向别人炫耀 把花瓶砸到地上摔成了碎片 后来人们把这些碎片拾起来 重新粘到了一起 因为粘合得特别好 所以啊 我们根本看不出来它曾经破碎过 还有一种宝石在公元前很流行 它上面刻有的图案都是凹下去的 而不是凸出来的 这种宝石叫做印章或者是凹雕 也就是陷下去的雕刻物的意思 这种印章可以用来在蜡上面压印图案 印出来的图案当然就是凸出来的 印章上的图案可以千变万化 想刻成什么样就可以刻成什么样 当时任何买得起印章的人 都有一个自己专门的印章 上面刻有独一无二的图案 这样他们就可以将任何属于自己的东西盖上张 让人一看盖印就知道东西是谁的 这些印章压出来的印记 主要用来代替签名 因为那个时候几乎很少有人知道怎么写字或者签名 有些印章和戒指差不多大 主人可以把它随时戴在手上 其他人便不能使用 这种戒指也叫做图章戒指 意思就是签名的戒指 有些时候人们不把印章戴在手上 而是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这样除了主人之外 其他任何人都别想使用 你有没有收集过一些旧的硬币 铜币或者银币呢 大部分的男孩子应该都有过吧 可能啊 你从来没有把你收集到的旧钱币看作是雕像 但事实上 旧硬币便是潜伏雕的一种 希腊人做的钱币通常都很漂亮 上面刻有许多名人或神的潜伏雕头像 他们首先会做一个刻有潜伏雕的金属模子 或者印模 然后啊 用印模压印出许多的金属硬币 比如金币银币或者铜币 所以硬币和宝石的一个最大区别就是 硬币是用硬模印出来的 同一个硬模呢 可以印一大批一模一样的硬币 而每颗宝石却都是独一无二的 今天 许多国家的硬币都很漂亮 但都比不上古希腊人做的硬币 原因之一就是 出于现代银行对硬币进行存放和分类的要求 现在的硬币啊 必须做得很平坦 上面的图案必须是潜伏雕 这样才能够叠放在一起 但是古希腊人可没有这种要求 所以他们可以把硬币上的图案做成高伏雕 硬币当然是用来买东西的 不过有一种古老的雕像 样子和硬币差不多 只稍稍大一点 却不能当钱用 这种雕像叫做勋章 勋章上面的图案通常是高伏雕 但它不是用印模印出来的 而是把金属放到一个模子里做出来的 这种勋章 通常是用来奖励田径比赛中的获奖者 或者是战争中的立功者 也有一些是为了庆祝某种大型活动 周年纪念或者庆典而特别制作的 这类勋章啊 在今天非常常见 说不定你父亲手里就有几枚 你可以让他给你展示一下 不知道大家是否喜欢我们的节目 如果你喜欢的话 不妨把它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如果方便呢 您可以点击我们这一集 右上角的分享的按钮 把它发送到您的朋友圈 如果您这样做的话 那我就谢谢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